取締和現在的情況很不同,取締很多種方法, 你跟國安法也可以,你跟公司條例說它能非法活動,解散公司也可以, 現在就不是的,現在只是調查一件案,因為調查一件案是維持別人的錢, 大約是這樣,因為好像他們在申請解凍,要等法庭去決定, 讓他解凍,當然要看保安司那裏反不反對解凍,如果他反對解凍, 又沒有需要凍結別人,整件事就挺好笑的,因為你明明是搞到別人沒有人出, 別人是公司來的,沒有人出又不可以入錢出錢,一定關門的, 你不能夠說不是你弄死人的,別人不是有罪的, 那家公司你說他只用他什麼呢?你只用他兩個職員而已, 現在和那家公司的法人有身份,但是那家公司本身是在做傳媒的工作, 傳媒的生意的,那你查案說查案,你不可以搞到別人死了, 那如果搞到別人死了,就是你搞死了他,責任就在特區政府那裏, 你不能夠說自己沒有責任的,是不是? 你鬼叫他犯案,那未有法庭判官,未能夠當別人犯案的, 那現在這個球呢,就踢回李家超啦,你跟不跟他解凍啦? 那我想蘋果是預了結束的啦,所以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就是預了結束的情況啦,說明,那這幾天你不解凍就算啦, 那事實上都很難運作的,是不是?不通啦,道理上不通啦, 那就是說他又,他不會就這樣停,一定將那個責任交給你, 然後就是你特區政府用行政手段,就是結束了《蘋果日報》啦, 這個是他向外,向全世界講的東西,不是財政有問題,是因為財政被政府凍結, 沒有合理理由的情況,那就是等於你結束他啦,那他要這件事而已, 他就是來歷不可,就是蘋果呢,就是想著呢,清清楚楚向全世界, 就是顯示是給特區政府,就是中共呢,就刪了蘋果的,這樣, 那正常啦,因為你星期六,還有幾天才到三十號, 那那些伙計應該還有糧出的,是不是?不是,就是出糧出到, 我不知道啦,因為可能欠糧啦,但是沒有的,他又不是,他又不是什麼, 那你向銀行拿回一部份錢,不是,就是向法庭申請拿回一部份錢, 出糧,我想都應該可以的,因為法庭是獨立的, 他沒有理由限制你拿錢去出糧,他限制你拿錢去做,去做顛覆政府的事情而已, 那你出糧不是顛覆政府的嘛,過個月都要出的嘛, 那我想合理的,就是給錢去出糧,遣散,那些,要用那些錢, 法庭肯批的,當然他就不再運作啦,你不解凍他,他不能夠如常運作啦, 一切就等那件案有定路,欠人的錢先欠,欠人的錢先欠, 未收的帳也都等著先,就是那些小販想給錢他都沒有啦,你拿著先啦, 那現在的情況將會是這樣,當然很難看,在國際上, 那你問我,我預測就是他在執行的啦, 他都沒有特別想延續下去的理由的, 不過,他說那個網站都會暫停的,暫停更生而已,其實是, 暫停的意思就是他不是關了他的,就是沒有東西再上, 因為他的報紙停了嘛,那就沒有新聞的啦, 沒有新聞就這麼多東西,這麼多東西的啦, 所以就停了那個更生,就是沒有東西做啦, 但是那個網站應該暫時還在那裡的, 那我們就等網上蘋果復刊啦, 因為網上蘋果復刊就等於任何一個網媒一樣, 只要他的伺服器不是在香港的,那你就來他磨, 除非你沒有的,很難的,大家都明白啦, 如果那個伺服器的公司在外國, 那他就結束了香港的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就在洛杉磯開一間叫洛杉磯蘋果有限公司, 那就可以了,那就如常可以做新聞啦, 那由國際媒體來就變了, 那我期待就是這樣啦,整個整個整件事就是這樣啦, 就是你如果港共是要蓄要令到他有責而終, 他一定會死的,就是你做得好不好看, 會不會有一個好的理由,推卸到責任, 那看來就不行啦,這個就是因為你要靠這個保安司, 你問中共他不知道的,香港的法律是怎樣的, 靠你們,你們自己搞定啦,他就想他撿, 那他們就想了一個這樣的方法啦,現在, 那就逼他撿啦,凍結他的錢他就一定撿啦, 但是你凍結他的錢,全世界都知道你弄死他的, 你不能夠說他虧本而已,不會的, 你有他玩下去,可能他一年兩年就虧本, 這樣就結束啦,你搞到他沒有廣告, 本來就是啦,叫我梁振英那些, 黑社會這樣,整天是壞人, 搞到他沒有廣告,沒有廣告他就要結業啦, 結業就結業啦,結業就正常啦, 你的推卸的責任不能一乾二淨啦, 現在就不是啦,現在就很明顯是你弄死他, 你特區政府負責弄死他, 人家當然說就是中共弄死《蘋果日報》啦, 這個這樣的定性整件事就很清楚啦, 也都不複雜,也是事實, 我們開始沒有《蘋果日報》啦, 我也沒有看什麼的, 說真的, 就是眾多媒體之一來的,對我來說就是, 來不可以看一段的,我不是特別需要《蘋果日報》啦, 不過那個形象啊,那個精神啊, 代表這個時代,有個終結, 有個終結, 但是就是這樣啦, 都沒有什麼特別啦,大家都很清楚啦, 現在的形勢啦, 那保安局這一刻是不是, 他做不到一個決定呢, 會不會覺得他真的要向北京, 香港保安局,保安司, 不知道他啦, 不會, 那他始至終都不是他自己說的事, 是吧? 不過上面就不懂香港的事, 當然是靠你去做的, 那上面就給一個指示啦, 你結束了他,幫忙, 盡量好好看看, 推卸最少責任的情況啦, 如果粗暴就很簡單, 就封了他啦, 操隊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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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裝佔領了他, 最粗暴的, 當然不是這樣啦, 盡量要表現得合法啦, 但是現在表現出責任合法啦, 就是他是強行拿了人家的錢, 搞到人家沒有飯開, 這樣結束, 全世界都很清楚的, 這件事就沒得推的了, 這個責任就在老共那裡, 老共弄死蘋果啦, 那現在下一步我們就看國際怎樣反應啦, 因為蘋果都不是普通東西啦, 大家都明白啦, 但是香港人如果沒有做蘋果日報, 都是這樣而已,是吧? 有什麼影響啊? 你看到那一天這麼多, 香港人走上去買蘋果, 有些買十份, 一百份, 一千份, 香港人支持蘋果日報, 變成了一個, 對這個政權不滿意的一個姿態, 你要知道不是很多香港人這麼有情感的, 當然有幾個人去做就好, 在新聞角度, 在故事角度就好什麼呢? 如果是他日日買這樣, 都不會, 他其實財政不夠, 支撐不住的, 不過你一次擊他, 他又上回, 賣幾十萬份, 只有幾萬份而已嘛, 平日, 平日幾萬份, 你想一下, 一個網站, 幾萬個人看, 很少而已, 都已經很多, 網站很多, 但是你整個大廈這樣, 一千幾百員工, 很大成本的, 只有幾萬人看而已, 印出來, 印刷機, 成本都很大的, 基本上是, 你不理他呢, 就不止是他的, 其實你想一下, 香港除了《蘋果日報》 和《東方》可能是有錢賺的, 裝報紙, 他們都要加上網, 一起去做, 這樣來營運的, 他不是只賣報紙, 只是叫做, 《蘋果》都有人捐, 股費, 財政都不是很好的, 叫做《東方》真的自己營運到, 其他有哪張報紙真的自己營運到, 沒有的, 就是要老共扔水的, 文匯、大工都要的, 我想星島那些都要的, 財經報紙就行的, 財經報紙有, 它不需要人多, 有三幾萬, 要是租還上班那些人, 那些廣告是有價值的, 就是《經濟日報》和《通訊報》, 當然它不是政府的, 也不是老共的報紙, 但是他們自己搞得行, 生存到, 但是你的《蘋果》呢, 就等於文匯大工那樣, 沒有外來的特別的援助呢, 或者最少有心人的援助, 《蘋果》比如你有會員, 給網上給錢訂閱, 這些都是重要的支持, 就是有部分人要肯給多些錢, 這樣就可以了, 它就可以延續下去了, 它也叫做勉強延續到的, 但是如果你有它自由競爭, 我想它沒有什麼, 在其他方面打壓一下它, 其實它都是很經營困難的, 主要是印刷, 印刷紙媒的成本重, 它說自己減輕成本的, 你怎麼知道有這麼多人, 有印刷機啊, 發行啊,搬去報攤, 這些全部都是成本的, 那些不能節省的成本, 你不像網上的媒體那樣, 你可以剪一人, 廣告一人不夠, 你可以剪人,剪成人, 你不太過它剪了, 但是這些不能剪的, 印刷機一開, 你不回十萬八萬, 你還蝕本, 印刷機一開就五千吋的, 這些印刷機五千吋就是一個小時, 五千張, 就是你不印一、兩萬, 基本上你是蝕本的, 就是開了印刷機就蝕本, 你不運作它一個、兩個小時就蝕本,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事實上是沒有分別的, 不過這件事是唏噓的意思, 就是1995年創刊, 那時是97年之前, 香港的主權都沒有移交, 但是那時都可以生存的, 那現在26年了, 在這個中共治港, 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 那時它有一個很新的辦報形式出現在香港, 就是報紙只有兩個顏色, 一個顏色, 它一出就是四個顏色, 剛剛每個報紙都要跟著去, 這些它辦報的方法, 就是創新的喊, 那這個是另一個話題, 你存在到的就是市場接受, 你才存在到的, 那它完全是, 那當然它還有, 還有它的資本, 還有其它的政治上的支援, 外國的關係, 那它使得它的競爭是很有力的重要因素, 沒有政治, 那一張報紙不可以站得那麼硬, 那麼有影響力的, 是吧? 那這個是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 如果《蘋果日報》, 如果《蘋果日報》就這樣, 好像《黃山鑑》的, 可能會走上一個最終會終結的一條路, 雖然有可能以一個外國媒體的方式, 或者是網絡媒體的方式, 生存, 但是始終, 大家都在關注現在香港媒體的前景, 以及生存的空間, 這一刻是不是真是, 怎麼說呢? 寒冬來到呢? 其實早幾年之前我做媒體的時候, 已經說寒冬已經來到了, 那現在又怎麼看呢? 這個你們, 我問你也對, 反過來, 我都不是做媒體, 我最大的事情, 最大的事情就是寫稿, 他給稿費我而已, 已經十年八年沒有交過稿費了, 都好像不流行給稿費人家寫稿, 網媒興起嘛, 那我想你都同意網媒是重要的, 現在已經是代替了子媒, 整個世界的趨勢都是這樣, 變成了子媒就被那幫五、六十歲的人, 就是他習慣了, 不看報紙不行, 但是他們老去死了, 年輕一代根本就不會買報紙的, 是不是? 而你了解是不是? 年輕人、小孩會買報紙的, 不會的, 他遲早都是要轉型的, 其實, 你不要理, 你不要理政治不政治這些事情, 你不要理他有沒有國安法, 他都是要轉型的, 當然他都很早轉了上網, 蘋果, 我看著出現的, 那些什麼棟新聞那些, 最初都是貪得意的, 接著就十年來, 發展得很澎湃, 最初是整個直播室, 都沒有什麼成績, 現在都不聰明, 都不聰明, 因為他的姐妹, 網媒, 他的直播都不行, 將來就可以搞電視都可以了, 基本上, 如果你離開了香港, 即是基地離開了香港, 那些人就在香港工作了, 沒有所謂的, 可以的了, 現在所有記者都在家工作了, 可以自由出入, 然後在網上聯絡著工作, 是不是這樣呢? 現在還要上班的, 其實都挺麻煩的, 因為你有印報紙, 你要印刷機, 又要去埋板, 又要給圖片, 去製板, 這些印刷的流程, 因為這樣才有一個廠房, 如果沒有, 就純粹有個網, 所有人都可以散在全世界工作, 這個有趣的, 反正遲早要撿的, 報紙現在提早在網上延續, 提早適應這件事都好, 那另外呢, 就是舉辦了18年七一遊行的民陣, 今年就說了, 就不會舉辦遊行的了, 還有秘書處已經停止了運作, 9月份就會開會, 就是決定這個民陣的虛鄉, 就是這個又是, 公安法殺到來, 香港又殺去了一個, 就是表達訴求的一個平台, 和一個集體回憶, 一個很重要的集體回憶, 可以這樣說, 所以這個你又怎樣提呢? 王先生, 太多集體回憶了, 很重要我就不是覺得的, 那它, 它的全名是叫什麼的?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 那它有做人權的事沒有呢?沒有的, 這麼多人權團體它都不是其中一個, 就是它是叫自己人權團體而已, 那它搞來搞去就是政治權利, 政治權利都是人權的, 但是其他人權的東西, 它以前有些同志團體、平權那些, 有些公會那樣, 那它叫做有碰其他人權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理解民陣, 其他事情它不做, 都有很多其他團體在做的, 所以我們對民陣的理解就是它搞, 有7月1日和1月1日的遊行, 這樣東西就很簡單了, 我1997年7月1日, 有去遊行的, 有拍照留下來的, 那時候不是民陣的, 沒有民陣的, 2002年才有民陣的, 那幾年我都不記得, 是不是連年有遊行, 不過如果有呢, 應該是支聯會, 負責去申請一個牌子, 知道話教, 那後來就說, 有些團體就要成立這個, 就是國類人權的東西, 其實就相對當時一黨獨大的民主黨的, 就好像它控制了一切東西那樣, 民間就有一些民間的聲音, 民間獨立的組織, 組成一個陣線, 他們輕叫聯席會議, 我們70年代80年代輕叫這些東西, 聯席會議, 所有小團體一會一票, 大好小好, 有些團體很大的, 教協會很大的, 幾萬會員, 有些很小的幾個人, 彩虹啊, 甚至結局一當是不是彩虹啊, 就是類似, 但是大家都是一黨一會一票, 那會就找個人去幫忙做民陣的工作, 那他是這樣做出來的, 秘書處都是自己, 總之開大會, 就一個月開始會, 就推舉一些人做不同的崗位的事情, 那現在我想散了很久了, 散散了很久了, 就是明傳實亡, 好日都不開會, 開會都不知道做什麼, 因為你自己沒有工作, 比如那些財政, 好像以前一向就是由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有一段時間, 接著有一段時間就是由街坊工有服務處, 就用這些單位, 代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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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錢, 那現在警察就是要追他的錢, 那現在警察就不知道, 中間有沒有不見了的錢, 諸如此類, 籌錢就是他, 你可以捐錢給他, 也是他擺, 逢七一就擺, 就是義工擺攤, 那些人捐, 那些人捐了, 捐了錢應該就有個組織代他收, 因為他本身沒有組織的, 民生, 所以他是一個沒有組織的組織, 那現在如果他說要結束, 就說都沒有那麼快, 基本上也都沒有什麼, 但是他有沒有其他問題呢? 這些錢, 傳從何來錢, 去你那裡呢? 那些這樣的問題呢? 那就等你們的媒體去追問一下, 追查一下, 警察就, 你結束了可能就什麼都不理了, 你肯結束? 我們現在是一樣的, 你裏面那些事情不理你, 大約的態度都是這樣, 現在那個臨時召集中重輝, 這個以前是巴斯公會的, 巴斯公會的主席來的, 好像是中, 不記得哪一間, 巴斯公會主席, 他用巴斯公會的身份, 就加入了民陣, 幫忙做過幾次召集人, 現在臨時找他出來, 民陣多年很多人做過的, 蔡月昌也做過, 是不是? 有個律師也做過, 現在不要說誰了, 人權律師, 就是這樣, 可以說交給別人做, 因為你其實沒有說, 又沒有說哪個法例告訴你, 7月一定要民陣去辦的, 你跟我去申請都可以的, 一個人申請就行了, 是不是? 19年那時候很多, 很多遊行, 全部都, 大多數都不是民陣搞的, 是不是? 你記得了, 什麼屯門, 元朗, 什麼浸信會, 就是一些宗教團體, 有一堆人組織過委員會, 是傳道人來的, 就是教會那些, 傳道那些, 他不是教會, 他是傳道, 就是他個人身份, 組織幾個人就去申請, 和警察安排一次遊行, 我記得是這樣, 拒絕了, 拒絕了, 他們又硬要出現在現場, 那類的, 很多這樣的事, 兩年前, 一講下去, 就是說, 其實從來都不是民陣的專利, 搞遊行, 大家都搞得了, 那些民主派, 雖然拒絕了這麼多, 還有很多, 還沒死, 是不是? 去申請, 是不再給, 不再給遊行, 這個麻煩一點, 但是其實一定會有人申請的, 你定吧, 我覺得會的, 如果沒有人申請, 那天都去遊行就可以了, 各位, 我記得每年都有, 民主大遊行, 是嗎? 回歸大遊行, 工聯會, 工聯會和民建聯有搞, 上週的, 我記得的, 我擺個站的, 2005年, 我去採訪的, 我去網台採訪的, 我早知道走出去, 一點兩點就是, 民陣的開始大遊行, 之前就有個, 愛國回歸大遊行之旅, 各有各的, 各有各搞, 那些左仔很有趣的, 又跳舞又成這樣, 很熱鬧的, 到民陣搞了, 民陣之後呢, 又有法輪功, 有一隊人, 壓陣的過, 那時候沒那麼多人, 幾萬人而已, 兩、三萬人, 2005到2007年, 我那幾年都在那裡, 在那裡擺盪, 拍過東西, 拍過片, 在那個網, 那時候的網媒那裡, 壓縮了, 做了很多訪問, 是嗎? 不陌生啊, 對我來說, 過去就過去了, 我都沒有去很久, 後來只是見到那些, 又很多年呢, 只見到那些人在那裡籌錢, 搞得我都很傻, 所以都很廢話去, 真的去遊行, 到前年才去回, 到前年那次, 很多人都爆了, 遊行啊, 只要有自由的一天, 就一定有的, 如果沒有, 那就沒有了, 應該有信心的, 現在是低潮的, 社會運動低潮的, 是嗎? 停了就停了, 沒有難的, 我就說你有我就來的了, 沒有人敢去申請, 那也沒有辦法, 我又不會用到自己去申請, 雖然都不是很複雜, 我做到的, 我不是這個角色的意思, 從來都... 你都可以去申請的? 是啊, 大家都可以, 沒問題, 不過我一向不是做這件事的意思, 就是現在在這個中共的國安法之下, 就是蘋果日博啊, 民陣啊, 支聯委啊, 都被人感覺, 或者輿論說是一個敏感的一個團體, 都有不少的消息傳出來, 都是中共想要取締, 就是支聯會民陣, 蘋果日博都是, 現在都是傳出了什麼類似的信息, 那現在你覺得, 中共... 還有法輪功 還有法輪功, 是啊, 梁振英有講過, 說吹風, 說保安局去查法輪功, 那現在是不是, 這些風都是中央想做的呢? 是不是7.1前後, 是不是中共想在這個時刻做些事情, 或者大動作做些事情呢? 你覺得? 我不知道啊, 覺得就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跟它沒有關係的, 不用覺得, 一定是它有影子在那裡, 梁振英都是看到風氣, 出來做事的, 不奇怪, 那你是它, 你都會吧? 沒有什麼大驚小怪, 這些事情正常的, 問題是, 你這些單位的人, 你怎麼抗爭下去, 怎麼堅持下去呢? 是不是? 有很多人叫我小心點, 哈哈, 整天有人叫我小心點, 整天有人叫我走, 好走啊, 你這樣, 自己怎麼自處, 每個人都問自己, 我不代表其他人的了, 我自己做的事情, 我堅持到底就算了, 是不是? 其他事情我又不會做, 又沒有能力做, 是不是? 也都無謂猜測別人怎樣怎樣, 是不是? 中共他到最後一個時刻, 他覺得, 他會不會動法輪功呢? 或者是法輪功的, 有法輪功背景的媒體? 快的了, 快的了, 你都覺得會, 快的了, 快的了, 不過雖然意義不大, 我相信我覺得是意義不大, 因為法輪功在其他世界地方呢, 影響力更大, 香港其實從來都不大的影響力, 不過現在看不順眼就要搞, 沒有事情要做嘛, 你知道國安處幾百人, 拿了幾十億的, 沒有事情要做就要找事情做的, 唯有, 及法輪功有關的團體, 這樣, 老共我相信就, 暫時還沒有動的, 但是都應該排隊的了, 應該排隊的, 但是可能在他行動之前, 就已經倒閉了, 老共, 是吧? 不用這麼悲觀的, 殺到來先吧, 就是說, 我們這些網上說的事情, 會不會都排隊了呢? 我想都排隊了, 不過排得後的原因而已, 趁他還未曾干涉, 要到的時候, 就盡量行使自己言論之後, 是不是? 就是大家, 肯接受訪問好, 肯說話好, 肯上網, 寫話好, 我看到還有很多人在做這些, 默默努力著, 當然部分人是走了, 沒辦法了, 走了, 走了就已經不是同路人了, 祝福他, 那可不可以說香港現在的環境, 大家都淪陷了, 淪陷了, 淪陷了, 連到很多人都比較悲傷, 那其實香港的速度在哪裡? 有沒有, 這個問題太大了, 這個問題太大了, 香港的速度在哪裡? 是, 因應一個國際的環境, 什麼時候覺得香港才有少少帶來一些轉機, 令到中共收一手呢? 你不如問我中國的前途是怎樣? 更大的問題是怎樣回答你? 就是現在我經常都覺得最差的了, 但是看來又好像有更差的情況, 時時都是更差的情況出現, 是不是? 看來還未到最差的情況, 那你如果在國際環境中, 中美那個國力發展的情況是怎樣? 那如果中美國力, 那肯定美國現在就所謂在上風了, 那老共是一直擋在那裡, 在掙扎著, 那我不猜不到他掙扎的過程, 拿香港來調票, 因為香港的價格地都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體, 對他們來說是很有利用價值的, 他搞坏了香港, 不知道啊, 習近平現在有點疏疏的了, 看他連任不連任得到, 他如果不連任得到, 那局就會大變, 如果連任得到, 你就預計他繼續是這樣的了, 就是情況會很差, 那經濟會很差, 就是會變差, 會變差, 因為早兩天才說而已, 就是, 流失了幾千億的, 這一年是疫情以來, 如果不快些, 就是補回了, 香港競爭由第一排到第九, 還是什麼, 就是世界競爭排位, 急跌的一路, 就是競爭力已經跌的了, 跌得很快, 前幾年還是第一, 還是世界第一的, 人就走啦, 競爭力就跌啦, 經濟就差啦, 再加上政治就壞壞啦, 得高壓啦, 怕死不死那樣啦, 那沒辦法啊, 生活到就算了, 我沒什麼特別的, 那個人沒什麼特別的, 旁邊的人要走, 就叫他走啦, 叫他走啦, 叫他走啦, 不可以叫他走啦, 不能叫人留下啦, 這樣的社會, 你叫人留下, 就是害人啦, 我不知道, 是不是, 為什麼要留下呢, 我都不明白, 留下的人是有責任的, 我想說, 或者你走, 如果你有應勾力, 那你就有責任, 因為你走了, 有應勾力的人, 有名氣的人, 有人聽你說, 信你的人, 你走了, 其實你不是很負責, 或者你走了, 你問一下自己還可以做什麼, 如果有事情做, 你走就OK, 如果不是純粹為了害怕而走, 那就不是很負責, 對那個時代不是很負責, 自己問自己, 還有你是不負責, 就是人家在期待你做事, 那你不, 期待你在重要的時刻, 在香港, 或者你走了, 你在外面, 搞回了蘋果日報也好, 之類的, 你有事做才是有意思的, 純粹是逃避, 那不是太好, 我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沒想過要走的。 以為 wool言, 忌廉, 真的是日本石 constructive報道、